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大學的Edwin 我相信不同的同學、家長或老師 都會在我們港大的一站式網站 都會看到很多不同的影片 關於入學的講座、學生的分享 以及一些不同的 圖案或其他影片 我這段影片中,主要會跟大家 尤其是中六的同學 講述關於你在聯招 尤其是你將要選擇你的大學選擇的時候 是怎樣擺放你的選擇 我這裏都會講,但也會有幾個建議給大家 很多同學和家長都會有一個迷思 會跟我們說,究竟大學是否真的會看到 我們子女的Band A123的排名 但其實這個大家可以在螢幕上 都會看到 其實大學的介面 就是Band A三個選擇 Band B三個選擇 Band C, Band D, Band E 以下 都會沒有它的實質數字 它的排名 其實是跟著聯招課程的編號 實質大學上 是沒有它的號碼的 所以 錄取你的機會 其實都會是一樣的 我今天都會給大約三個入學的建議 給各位中六的同學 以及其他有興趣知道聯招擺位的攻略 的觀眾 首先第一件事 我們 港大收回來的同學 其實超過99.9% 接近全部的同學 都會把我們的課程放在Band A 而去錄取 所以如果同學 或者家長 你想把這個 信息帶給你的子女 其實都會建議你們 將有興趣 或者有信心的課程 擺放在組別A Band A 就會最有機會 第二個類別 就是 究竟 在剛才我也想說過 他在組別A 那三個選擇 其實大學是看不到 真實的排名 子女或者同學 你們是怎樣去真實 擺放自己 A1 A2 A3 他的選擇 以後我們都會有些圖像 給大家看 A1 其實我們都會建議 A2是一個積極進取的擺法 A2 看到一個盾 就會有一個穩中求勝的選擇 而A3 一個頭盔 亦都很易明 就是一個非常安全 萬無一失的選擇 為什麼會這樣擺放呢 下一個 slide我們也看到 女同學和男同學 最心儀的課程 都會有一個 深深眼睛 很喜歡的課程 而你螢幕上 亦都看得到 總共同學 亦都會對四個課程 有一個考慮 由深深眼 一個笑臉 和一個 水泡 或者兩個水泡 他的分數上 都會由高至低 去排 再考慮 而假設他們兩位同學 在文憑市裏面 都會獲得最佳六課 35分 是一個非常好的成績 他都會對這四個課程 有一個排列 而女同學 其實他就會選擇 在一個興趣行先 以及比較進取的方式 去擺他的選擇 所以他就將A1 擺在他深深眼的課程 A2就會有一個笑臉 而A3就會有一個水泡 即是一個比較安全的課程 大家都看到 他35分 其實在水泡方程中 已經達到一個中位數的數值 而男同學 他就比較保守 他就不會想將他最深遠的課程 因為他覺得 是一個不夠分數的課程 所以他就放棄了 而將一個笑臉的課程 擺在A1的選擇 而A2、A3就會擺在一個 非常安全的水泡 以及兩個水泡是極度安全 他的分數已經是遠超 Upper Quarter的分數 所以是非常安全的 到了最後 其實大學 剛才也都會說過 就是 錄取他的機會 他三個BNA的機會 足夠分數底下 其實已經會被錄取 而聯招的辦事處 給他最後一個offer 一個選擇 其實只會是一個 大學錄取了 而有一個最高的排名的選擇 所以 兩位同學 其實最後 都會得到 拿到一個A1的選擇 但是因為女同學 是比較進取 所以他就拿到他最深移的 一個offer 而男同學 就因為他比較保守的關係 他就可能放棄了一個 他最想進入的課程 但是 就會比較可惜 所以我們都重複建議 大家不同 或者中六的同學 A1 最重要就是把一些 你最有興趣 亦都是在分數上面 會比較接近 他一個 邊緣的位置 都可以是 做一個嘗試 如果最後是可以 入得到的話 其實就不會再後悔了 A2 A3 亦都有一個 穩中求勝 以及萬無一失的選擇 我們給同學的第三個貼士 就是了解港大的加分制度 從2019年開始 我們對於文憑市甲部的科目 都會有一個加分制度 如果同學 你在文憑市中 拿到五級或以上的成績 由原本的五分、六分、七分 就會變成 5.5 7和8.5分 這個同學要記得留意 另外 在他秉布的課程中 我們的加分制度是不會應用的 而他的換算制度 亦都會在同學 可以在這個 圖片上看到 有些人都會問我們 究竟甲部的課程是甚麼呢 怎樣才會加分呢 其實普遍會是同學考的 核心科目 四個Core 以及其他你會普遍考的 選手科目 例如花學、物理、經濟 這些就會是甲部的課程 而秉布的課程 就繁止一些文憑式的外語課程 例如是法文 日文 德文 等等 另外 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同學 他是一個 我們叫NCS 一個non chinese speaking 的一些學生 他們都會很多時候問我們 究竟我考一個外國的考試 GCSE 或者一個IGCSE 究竟 分數轉換去文憑式的分數是多少分呢 其實我們這個 圖上面大家都會看到 是一個有一個分數 如果你有一個新制的 GCSE 或者IGCSE 得到9至8分 其實在文憑式內 你會得到7分 如此類推 你得到7分 就會在文憑式得到6.5 去到最後 得到3分 在GCSE 就會換算得到2.5分 如果你是考一個 GCE的AS level的中文 你如果得到A級的成績 亦都會轉換文憑式的7分 但同學要留意 剛才我們說的加分制 就不會應用在中文的轉換入面 所以大家亦都要留意 到最後 我們其實今年 都會有很多同學或家長去問我們 究竟分數是何時會出爐 何時會出現呢 其實我們現在的網站 HAU.HA.DSE 上載了我們最新一年 現在第一年讀香港大學的同學的入學分數 全部41個課程 亦都會有 在這 到了最後 同學記得 在你計分之外 亦都要不要忘記 大學亦都會有一個基本的收生要求 就是你 香港文憑式內 四個核心科目 都會達到 三三二二 即是英文三 中文三 數學二 通識二 以及要有兩科的選修科目 達到三或以上 才會 達至一個香港大學 錄取你的基本要求 所以亦都不要忘記 到了最後 記得同學在你聯招的戶口 其實都會填你的電郵地址 記得記得 不要填錯了 以及在你填完電郵地址之下 經常性在這幾個月都要反覆檢查 因為大學方面 無論是一些面試的邀請 或者是大學的基本資訊 其實都會透過 這個電郵地址 發送給你的 所以如果你填錯了 就會可能 白白地浪費了 或者是 錯過了很多 不同香港大學給你的機會 這裏我講的就是這麽多 希望大家努力讀書 希望港大見